海德堡要理问答 是属灵教育的指南 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 问题二十七 你所指的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 上帝用他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能力 如同借着他的手托住 并管理天地万物一样 以至香花 野草 降雨 干旱 丰年 荒年 吃的 喝的 健康 疾病 贫穷 富足 一切都并非是偶然来的 乃是借着天父的手而来的 今天提到信条里面的护理之功是必须要更多来解释的 不然的话我们从治理行间以为这是医护人员的一种管理或是医护人员的照顾 绝对不是啊 当我们讲到说全能的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的主宰他管理一切万有他创造天地之后他有护理之功那护理之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表示他保护并且管理继续的让这个宇宙万有在运作 因此神用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借着他好像他的手来托住并管理天地万物一样 以至于我们今天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地球呢在自转地球不仅仅自转还要绕着太阳公转 不仅仅在对太阳有公转而太阳呢在宇宙万有当中呢他虽然是一颗恒星他还有另外一个中心点在一起运作 而整个的银河在所有的星系当中都有一定的轨道 这些星宿我们都给他命名了 但是事实上呢对我们来讲虽然只是给他一个名字 但对神来讲却是在他的掌管当中 我们要经过几万个光年说才看到了一颗更遥远的一颗恒星 但那早就在创造的当时神已经创造了 那这就是神的护理之功 远至从开始被创造直到如今 这些天空上面的在运作的这些星系 神继续的来护理也就是说继续的来代理 而近在眼前呢我们深召的呢 神也一样做护理的工作 好比说我们今天吸到的空气 我们今天所领受到的阳光雨水 这些也都是在神的护理之下 否则一旦今天长时期的不降雨 我们说干旱 不断的在下雨下它一个月两个月 我们说这是水灾了 这是神继续在地球上面做的工作 但是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我们说以前呢真的是靠天吃饭 要有雨就得等天下雨 要干旱呢也就只能等着出太阳 但现今我们发现人可以遭雨了 人甚至可以让周遭的环境气候有所改变 但是大前提来看的话 人只能局部性的 整个地球仍然在神的护理之下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有些天灾 甚至我们说那叫人祸 为什么 因为冬天不再是那样的寒冷 叫暖冬 而我们常说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呢 现在气温已经不是那样的正常的运作 或者是变化了 问题出在哪里 不是神没有在做护理之工 是人类尽情的在那里破坏 那这当中我们就说 那神你的护理之工在做什么呢 你难道管不了吗 不 神还在继续的管理 但是因着人的罪性的破坏 神就任凭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遭遇到一些天灾 你不能说是神管理不了了 而是神放任的结果 我们就必须致死恶果 大自然产生了一种反扑 不是神管理不了了 而是神要借着这大自然的反扑 来提醒人类 人无法胜天 人太骄傲了 人太自以为是了 所以面对神的护理之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顺服下来 神定定的一切的规律 是对人有帮助的 是对人有好处的 但是人破坏之后呢 人就必须要致死其果 不能说神护理之工停止了 而只能说我们要致死恶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